中国正式向全球公开宣布 泛亚铁路最重要大桥正式通车 沿线100万人守护 太感人了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修建这座大桥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历时八年 由孟加拉国投资 中国中铁旗下中铁大桥院参与勘查设计 中铁大桥居城建 中铁工业参建的帕德马大桥建成通车 这可以说是中国泛亚铁路最重要的大桥 在大桥通车仪式现场 可以说是全城出动 整个城市的居民都自发来到现场 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当地居民纷纷表示 感谢中国帮助我们实现梦想 甚至有居民激动到跪地亲吻桥面 表达对帕德马大桥的爱和敬意 在正式通车当天 摩托车 小汽车 大火车纷纷在闸口处等待 车手和乘客还高举手机 记录着一伟大的历史性时刻 有网友表示 帕德马大桥通行的重要意义 犹如我国长江大桥通行的重要意义 当时第一座长江大桥通行时 我国也是万人空巷 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庆祝通行 帕德马大桥还被当地人称之为梦想之桥 甚至还成为了孟加拉国骄傲的象征 为了纪念这座大桥 孟加拉发行了大桥的纪念钞 纪念钞的正面是帕德马大桥和孟加拉国开国总统幕 吉布拉赫曼和他的女儿继现任总理谢赫哈西纳 背面则是帕德马大桥 面值为一百塔卡 发行量为一千万张 由此可见孟加拉国对帕德马大桥的重视程度 在大桥落成仪式上 沿线一百万人守护 当地政府还专门组织了一场飞行表演 其中还包括五架我国战机在大桥上表演了特技表演 让这座桥梁成为了连接中梦的友谊之桥 因为这座梦想大桥是我国修建的 孟加拉国的百姓们还纷纷在网络上表达了对我国的感谢 有人留言说中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感谢中国帮助我们建设这些基础设施 谢谢中国 中梦关系万岁国外的赞誉声音越高 越说明这个项目的难度有多大 我国在中标该项目后 国外一家公司甚至还扬言 中国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甚至还狂妄到提出以合同报价五倍的价格 帮我国完成这个项目 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肯定失算了 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人 我们在任何领域都是越是要封锁 我们越是要超越越是困难 越能激发昂扬斗志 帕德马大桥位于帕德马河上 这条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路和德干平原 流经印度被称为恒河 进入孟加拉国之后 改称为帕德马河 帕德马河将孟加拉国分为西南与东北两个部分 再过去 只有帕德马上游有一座桥梁 但下游因为河道过宽 水流湍急 降水量多 容易受台风威胁 洪水频发 修建桥梁的难度非常高 虽然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 但是居住在帕德马两岸的人们只能依靠船之渡河 平常时候需要一到三小时 再雨季甚至需要花废期 八小时 在恶劣天气下 当地还时不时发生沉船事件 坐船渡河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许多居民需要大清早的就过来等船 有时仅仅一个小时的船只 也要等待一整天啊 纹度上还挤满了人 下船之后还要再打车出行 来回都非常麻烦 帕德马河流严重阻碍了河流两岸的交流和商业沟通 对于当地经济发展而言十分不利 在这种背景下 孟加拉国迫切地需要一座桥能够沟通两岸 只要有了桥 只需要十分钟就能到对岸 无论是商业还是工作 就一都能正常交流 能够显著提高两岸经济 只是帕德马大桥实在是太难修建了 首先是帕德马河水量巨大 水流湍急 而河窗又是由超细沙和软粘土构成 极其松软 在这里修建大桥 犹如烂泥地里盖高楼 难度非常大 其次是帕德马河洪水频发 河道过宽 洪水斜过这泥沙会导致施工航道经常受回于影响 河窗不断发生变化 施工期间还要进行航道输具 任务可谓是非常难 也正是因为帕德马大桥的修建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以至于没有多少国家敢接受这样的大项目 即便能修 造价也不菲 国外甚至还叫嚣 要以合同价五倍的价格帮我国完成着的项目 殊不知 我国基建狂魔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 我们最擅长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虽然知道帕德马大桥修建很难 但没想到会这么难 第一难就是大桥的设计模式和我国不同 而且世界级的监理单位要求更加苛刻 但是我国不怕困难 不仅技术方面获得了全球专家的认可 甚至还将我国标准纳入到新的基础建设国际标准中 第二难就是河窗太过于松软 难以修建大桥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有两种 一个是将装机打得足够深 只要打入到底部的基岩中 就能够修建大桥 然而帕德马河床的淤泥实在是太深了 岩是深埋8公里以上 这就意味着无论打多深 都接触不到下面的基岩 我国采取的是另一种办法 协装插打 帕德马大桥一共有40个水中主盾 每个主盾的基础都是由6根鞋钢管装组成 其中有22个主桥盾 因为施工条件差 在6根鞋钢管装上加了一根直桩 每根钢管装直径为3米 鞋率为1比6 长度超过100米 定位差大难度大 这6根鞋钢管装就相当于是严实基层 牢牢稳定在水中 即便是河床松软 河流速度大也能轻松应对 只致施工难度非常高 为此中铁大桥局还专门采购了当时世界第二大功率 液压打装锤每一二次零零 累计锤机次达260万次 超过了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桥梁施工项目 刚装插打的总锤机次数 在施工期间 就连液压打装锤都大修过10次以上 小修更是不计其数 可想而知工程难度有多大 第三难是价量 帕德马大桥主桥是150米跨缸横横梁结构 整空重达3200吨 为了完成价量任务 我国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天一号 它的起重量达到了3600吨 但是飓风 洪水 航道等不利施工条件给缸粮架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第四难就是孟加拉国资源匮乏 项目所需要的物资和设备等 都需要从我国运输 资源组织的难度非常大 第五难就是语言观 帕德马大桥聘用了至少5万人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孟加拉人 语言沟通以及文化差异等 也给这个项目增加了不少难度 除了这些困难之外 还有许多难题都被我国一一克服 最终在今年6月25日正式实现通车 通车之后 原本需要花费一天才能到达对岸 缩短为10分钟 帕德马和两岸千百年的百度历史将彻底结束 意义可谓是重大 怪不得当地会万人空向庆祝梦想大桥的修建成功 甚至亲吻桥面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 此外 该铁路连接还将成为 孟加拉国东西部客货运输的主通道之一 将极大的促进货物运输和人员流动 孟加拉国帕德马大桥铁路连接线先通断的开通 将为孟加拉国带来诸多好处 首先它将大大缩短了从首都达卡到西南部重要城市 杰索尔的旅行时间 目前从达卡到杰索尔需要耗时时个小时 而铁路的开通后 这一时间将缩短到两个小时 达大提升了交通效率 其次 这一铁路连接的开通还将推动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 预计这一项目的开通将拉动孟国DDP增长约1.5% 为该国的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 最后这一铁路连接的开通也体现了中国和孟加拉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成果 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孟加拉国帕德马大桥铁路连接线先通断的建设中 中国元素无处不在 总之 孟加拉国帕德马大桥铁路连接线先通断的正式通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成果 也是中孟合作的成功范例 这一铁路连接的开通将大大改善孟加拉国西南部地区的交通状况 促进经济发展 汇集8000万老百姓 同时 这一项目也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工程技术和制造实力 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 中共两国的合作将近一步深化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参与国家的发展有何影响 你对中共两国在孟加拉国帕德马大桥铁路连接线先通断的合作有何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